人来人往的巷弄内 一名七巡富人沿着路边走 只见一台白色轿车驾驶 疑似没看到她 当场将富人撞倒在地 这一撞不得了 富人的伤势相当严重 大拇指指甲震 骗外翻大面积流血 脚踝也欲轻肿起来 甚至还伤到了第五节脊椎骨折 现在全靠支撑器具辅助 至今人无法正常站立 外部站不太起来的状态 就是如果真的痛两个礼拜 都没有办法好好走路的话 就是要维持她原本的支撑度 事发在台北市热闹的通话街 这个月2号中午 73岁的罗姓妇人 当时和女儿外出用餐 店家刚好在右手边 她为了闪避一旁围停的车子 下意识地绕过去却发生意外 据后车的说法是什么 因为另外一边的人行到有围停 所以她注意左边围停车辆 就没有注意到右边的行人 实际回到车祸现场也发现 道路旁明明设有行人专用道 但还是能看到不少人走在马路中间 或是沿着右侧通行 只是一旁的机车围停整排 人车真到状况时刻上演 人坑坑巴巴还怎样嘛 电线验去堆啊 所以人行到底没有用 变成停车的地方 轿车好停啊 因为摩托车不会停这里啊 会花钱啊 车祸以外赵泽虽然还有待离间 但围停的车子恐怕也难逃责任 只是这条巷弄已经够急了 一旁就是通话夜市 车子围停乱上 怎么解决恐怕得寄出法则 三一旬王晨一 陈梯舞台报道